欢迎再次观看9000新闻 今天是浙江当地时间8月20日 在此前的19日 当地网络热传一则消息 该消息显示有三张图片资讯和一个视频 第一张图片中文字提到 浙商发生严重社会案件 永利大厦的浙商银行已经被封起来了 这四男子一个托三 受害人分别为在外找男友的老婆 和他老婆的男友 和他老婆的男友的老婆 第二张图片中文字提到 浙商过程是第一托托老婆 第二次全亲托那个拼头 其实拼头的老婆也在 顺便托了 第三次我将一只手弄不好 在其当地相关机构投案 第三张图片中文字提到 你的是全公行贵员和公行副行长有一腿 劳工去公行把副行长托托 然后直接又冲起热伤 把老婆托托 两个同事也顺便 附上的视频显示 著名警察将一个地方使用相关设备围起来 在一辆白色长方形机动车旁 有几人正在收拦一个物体 看起来像是人的身体 针对此时 我们的工作人员查清当地的网络资讯 发现只有相关关键词费的联想搜索 但是搜索结果未有 我们在昨日数次联系当地相关机构为得到 相关机构确认热传消息是否真实 据行网络资讯显示永利大厦社商银行地址为浙江省绍兴市科桥区 京桥大道1418号永利大厦A传 针对此事 有人在匿名论坛提到 涉事男子发现老婆在家 以别的男子一起肉婆交换视频 交换过程中 老婆负责吃男子香蕉 受害男子的老婆负责填受害男子背后 随后老婆用柜式听臀 画面非常的惊奇 一栋的白色浓稠物 无论是看了这种画面 肯定有冲动